安眠药片是止痛药 色导游迷坚美眉 盼青年 诶 我们当女人的真的要小心 色狼到处都是诶 有一个大概50岁的老导游 去年认识24岁女导游 揪她去野柳渝港买海鲜 他们在等于船游港之前先喝了点酒 没想到女生吃完海鲜后 呕吐又会头痛 可恶的能导游竟拿安眠药 片说是止痛药给女生吃 趁女生意识不清 带到汽车旅馆性侵诶 你知道吗 那个男生还超贱的 开庭的时候说是一时把持不住才性侵 吼 真的是鬼话连篇啊 既然啊 他管不住他又老又小的GG 法院最近判他七年一个月徒刑 就让他去监狱好好反省啦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